这两天被一条消息刷屏了 中国同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正式建交 巴拿马在国人印象中是个很遥远的地方 国土面积只有7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约400万 比巴拿马国民更为响亮的 大概就是巴拿马运河了 然而巴拿马运河跟中国可是有着简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巴拿马也是中国最老的老朋友 一百多年前数万华工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血泪史 已经被人们所熟知 一书还曾写过一本纵横四海 讲述华工的故事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 为修建巴拿马铁路 万余名华工也终究混沌一箱 从1851到1865年 两万华工横跨大洋 成为巴拿马铁路修筑的主义军 1854年700余名华工搭乘一艘船抵达巴拿马 巴拿马明星报刊登了他们抵达巴拿马的消息 海乌号帆船运载705名华工从汕头出发 经过61天的航行 于3月1日中午抵达港岸 海乌号此行顺利 船程中仅11名华工死亡 安全抵达巴拿马港口的有694人 其中4人伤残 全部是男性华工 看来身体状况良好 从1881年到1914年 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历史30年 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掌握了运河的主导权 从事挖土方开凿等工作的 依然是来自中国的华工 先后有近万名华工参与到开凿这条黄金水道的浩大工程中 数百人丧生 在漫长的历史中 华工参与开凿巴拿马运河的事实被刻意淡化和遗忘 现在当地华人依然在努力推动官方 正式认可华人参与修建运河的历史 2014年巴拿马运河通行100周年纪念期间 巴拿马的华人向运河管理局捐赠了一艘海污号的翻船模型 对华友好的巴拿马巴雷拉 应邀出席剪彩仪式 通过麦苦力修铁路和运河赚得第一桶金的华人 很快在巴拿马站稳脚跟 从小本生意开始打拼 依靠吃苦耐劳的精神 逐渐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1909年12月6日 清廷和硕亲王在关于米社巴拿马红领市馆的作者中称 在巴拿马我国桥商数千 投资千万 结果其全国商务权之办 现在官方统计数字显示 在巴拿马300多万人口中 华人占5% 大约有15万人 而具有华人血统的则至少有30万人 占人口总数的10% 2004年巴拿马政府宣布 每年3月30日是华人日 这大概是唯一一个专门为华人设立的节日 华人众多也影响了巴拿马的饮食习惯 在巴拿马 大米市主食 烧卖 皮蛋粥 虾饺 排骨 凤爪等广式美食 也是随处可见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与巴拿马的关系可追溯至清朝 清政府与巴拿马政府于1910年1月16日 清宣统元年12月6日 就建立了领事及外交关系 可以说巴拿马是中国最老的朋友了 进入新世纪 凭借作用巴拿马运河的地利优势 巴拿马跟中国更是有着频繁的商贸往来 巴拿马运河连接世界144条贸易航线 目前每年约有1.4万条船通过巴拿马运河 过往的货物占世界贸易的5% 每艘货船通过巴拿马运河时 都要支付20万至40万美元的过路费 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统计数据 2015年来自或前往中国的货运量 占当年运河全部通货量的20%左右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 中国船运企业每年上缴的过路费达上亿美元 除了跟中国拥有千丝万里的联系之外 巴拿马本身也是一个拥有无穷魅力的国家 位于热带地区的巴拿马 拥有美丽的加勒比海岸线和丰盛繁茂的原始森林 水清沙白夜风阵阵的巴拿马 是美国人度假的首选的 被称为美国的后花园 而丛林咖啡补品枪支泛滥 又为这个国家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危险的气息 美剧越狱里 一帅逃跑的目的地就是巴拿马 因为巴拿马是具美国最近且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 巴拿马也是著名的避税天堂 来自38个国家的356家银行 600多家保险公司和10万家国际商业公司 在此注册 巴拿马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企业 及个人金融隐私的法律 公司股东的姓名甚至都不必进行公开注册 在巴拿马注册一家公司 拥有众多的法律优惠政策 这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 那么建交后 巴拿马会对中国免签吗 我知道的是 目前持有美国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签证 都可以享受免签 入境巴拿马的优待 看来吃瓜群众们 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又多一个了